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从巴黎奥运会现场直级的最热门新闻 美国体操明星拜尔斯虽然小腿受伤,但依然表现出色,成为全场焦点 南苏丹篮球队迎来历史性胜利,NBL球员们闪耀全场 日本柔道冠军宇田阿布心碎落败,法国观众纷纷安慰 加拿大足球队因无人机丑闻被FIFA禁赛 未免之路蒙上阴影,泳池边的泳装男意外成为热议话题 澳大利亚橄榄球女将来为创纪录得分 巴黎奥运开幕式因模仿最后的晚餐引发争议,组织者道歉 荷兰排球运动员因过往丑闻被虚 安迪木雷在奋战中延续网球生涯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突发事件特别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报道和分析 最近在巴黎奥运会上发生的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件 这篇报道源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让我们一同回顾这些精彩瞬间 首先,让我们聚焦在体操赛场 美国体操明星西蒙娜·拜尔斯在热身时意外扭伤了小腿 这一幕让人不禁回想起三年前的东京奥运会 当时他因心理健康问题退出了多项决赛 然而这次他并没有因此退缩 27岁的拜尔斯在比赛中表现依旧出色 最终以59.566分的成绩领先 远远超过了现任奥运冠军兼队友孙尼沙里 他在不平衡幕上的最后一个动作结束后 向观众致议 并计划在即将到来的团体决赛和个人全能决赛中 继续追求金牌 接下来,我们来看南苏丹兰球队的历史性胜利 在奥运会热身赛中,南苏丹兰队几乎击败了强大的美国队 随后,他们在正式比赛中以90比79逆转战胜波多里格 取得了他们的首场奥运会篮球胜利 四名NBL球员在这场胜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其中布尔库尔贡献了12分,三个篮板和三次助攻 南苏丹兰队将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再次对阵美国队 这无疑是一场值得期待的比赛 在柔道赛场上,日本选手宇田阿布作为女子52公斤 及柔道比赛的未免奥运冠军 原本希望再次夺冠 然而,他在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迪奥拉 凯尔迪约罗瓦时不幸落败 未能进入16强 阿布在教练的怀抱中痛哭 法国观众在这个艰难时刻为他加油 场内响起了宇田的呼声 提醒他一场比赛的失利并不能抹去他的光辉 凯尔迪约罗瓦最终赢得了金牌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是 加拿大女子足球队的无人机事件 由于教练贝福普里斯特曼和其他两名队伍官员 使用无人机监视其他队伍的闭门训练 加拿大体育部暂停了对加拿大足球协会的资金支持 并且FIFA对加拿大队扣除6分 这对他们未免奥运冠军的希望造成了巨大打击 加拿大足球协会表示 正在研究如何对FIFA的6分处罚提出上诉 在泳池里 一名男子在游泳比赛中成为焦点 这名男子被称为救生员 他脱下小泳裤后跳入泳池 捡起一顶游泳帽 引起了全场的注目和掌声 这顶游泳帽似乎属于美国选手爱马维伯 这一行为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热议 成为了奥运会期间的一个趣闻 在橄榄球赛场上 澳大利亚橄榄球七人支队的麦迪逊莱维在两场胜利中打入了七个球 创造了记录 这两场胜利确保了澳大利亚队进入四分之一决赛 莱维的妹妹蒂根也在比赛中表现出色 完成了多次精彩的防守和得分 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出现了一个模仿达分歧最后的晚餐的场景 引发了宗教保守派的强烈反应 组织者随后为此道歉 但坚称这一场景的设计初衷是庆祝多样姓和法国美食 开幕式艺术总监托马斯·乔利表示 他的意图是传递爱与包容的信息 而不是分裂 荷兰排球运动员史蒂文·范德维尔德 在巴黎奥运会的首场比赛中 被观众嘘声和掌声混合迎接 范德维尔德因2016年 与一名12岁女孩发生性行为而被判刑 这一事件在奥运会期间再次引发关注 荷兰奥委会表示 范德维尔德已经复兴完毕 并且有权参加比赛 最后 安迪·穆雷在网球双打比赛中挽救了5个赛点 最终逆转战胜日本组合丹尼尔太郎和景之龟 延续了他的职业生涯 这位37岁的网球明星 在比赛后激动地拥抱了搭档并大喊 是的 穆雷此前宣布 这将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项赛事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运动员们的坚韧和勇气 也反映了奥运会赛场上各种人性和情感的交汇 无论是拜尔斯的小腿受伤 南苏丹兰篮球队的历史性胜利 还是宇田阿布的失利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竞技体育的残酷和美丽 我们期待接下来的赛程中 会有更多的精彩瞬间和动人故事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突发事件特别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嘿 大家好 又到了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时间 今天我们来聊聊巴黎奥运会上的那些令人惊叹的时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奥运健儿们如何在竞技场上书写他们的传奇故事 首先聊聊那个让全世界都心疼的体操女王西蒙娜·拜尔斯 这位27岁的体操健将在热身时扭伤了小腿 但这并没有阻止她在场上大放一彩 拜尔斯以59.566分的成绩领先 远远抛开现任奥运冠军孙妮沙里 看来 拜尔斯真的像钢铁人一样 不仅身体强壮 心理素质也超级过硬 他计划在接下来的团体决赛和个人全能决赛中继续追逐金牌 这不禁让人想起那句话 有智者是进程 接下来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南苏丹篮球队 他们在奥运会首次亮相 以90横线79逆转击败波多黎各 这简直是篮球场上的一场逆袭大戏 南苏丹的NBL球员库尔 邓 德琪和马科伊成为了这场胜利的英雄 库尔更是在21分钟内贡献了12分 三个篮板和三次助攻 这群小伙子就像是篮球场上的超级英雄 让我们翘首以待他们下一场对阵美国队的表现 再来看看柔道场上那场心碎的比赛 日本的宇田阿布 本来是女子52公斤级比赛的奥运未免冠军 但却在关键时刻被乌兹别克斯坦的迪奥拉 凯尔迪约罗瓦击败 阿布在教练怀中痛哭 这一幕真是让人不惊鼻酸 不过法国观众在这个艰难时刻为他加油 真的是体现了运动场上那份最纯真的善意 最终凯尔迪约罗瓦获得了金牌 不过阿布的光辉永远不会被遗忘 现在我们来说说那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泳池事件 有一名男子在奥运游泳比赛中脱下小泳裤 还有澳大利亚的橄标七人制队 他们的作弊码麦迪逊 莱维在两场比赛中打入了七个球 创下记录 莱维简直就像是橄榄球场上的进球机器 带领澳大利亚队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 莱维一家子都这么优秀 妹妹蒂根也在比赛中大放一彩 这真是英雄出少年 此外 让我们关注一下加拿大足球队的无人机丑闻 由于使用无人机监视其他队伍的闭门训练 加拿大教练被俘 普里斯特曼和两名官员被停职 加拿大队还被扣除了六分 这样的行为被FIFA认定为作弊 这一事件无疑给加拿大队的奥运之旅蒙上了一层阴影 公平竞争才是运动精神的真谛 希望这一丑闻能够为其他队伍敲响警钟 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荷兰排球运动员史蒂文 范德维尔德的故事 他因为过去的刑事案件在比赛中遭受了观众的虚声和掌声混合的迎接 这场风波再次让人思考 运动员的过去与现在是否应该被分开看待 不管怎样 范德维尔德已经完成了他的刑棋 能够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也算是一种重生吧 这就是巴黎奥运会这几天的精彩瞬间 真的是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热血 泪水和笑声 让我们继续为这些奥运健儿们加油 期待更多的精彩瞬间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